您好 欢迎收听3月27号的明示Podcast晚间及时新闻 台北市新医区保龄茶室爆发食物中毒事件 受害民众也越来越多 目前整起中毒案件累计到两死两命围 其中台南一位受害的刘小姐在22号和朋友搭车北上 点了餐厅的滑蛋盒粉 当天晚上回家就开始拉肚子 接着上吐下泻 短短两天吐了四次 拉了五次 吃药休息了两天才好转 卫福部食药署长吴秀梅也在今天表示 以目前的状况可以定调为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乌克兰在战争当中多次利用无人机重击俄军 让无人机成为了不对称作战重要的战力 国防部目前也开始加大投资 除了自行研制也与民间厂商合作 同时对美国采购无人机 而无人机增多的同时 操作人员也必须增加 军方规划成立无人机训练中心 同时与民间厂商合作 培育中小型无人机种子教官 截训之后可培养更多无人机操作手 疫情后时代跨国旅游回温 但是台湾的南北运能差异很大 根据民航局的资料 桃园机场跟高雄机场航点差距四倍 航班差距更达到七倍 高雄在地立委也呼吁尽快增加小港机场的航点与航班 方便南部乡亲出国旅游 首先就从日本开始 民航局强调会尽力促成 业者者表示 日方最近会招考新的机场人员 处理量能拉高就能增点 航空业全面复苏 新与二度IP联名 锁定暑期亲子客 这次找来了超可爱的 史努比梦幻主题航班 从登机阵 过夜包到行李吊牌 满满同趣 而华航则是吸收米其林 一新台菜餐厅 打造短途旅线全新菜单 在空中也能够享用到米其林新极美食 机上餐换新 四月上线不论舱等 从台湾出发的区域 短途航线都能够吃得到 而且一个月换一次 包准旅客吃不腻 央行无预警升习半马 四家公股行库 从周一起调升利率 而邮局也从今天开始 正式调升存款利率 以一年期定存100万来说 一年可以增加1250块钱利息 补小补 但是房贷族效不出来 以1000万房贷30年来计算 光是一年的利息 就多了7572元 冬奥金牌男双李扬王麒麟 今年将在巴黎挑战奥运二连霸 两个人在昨天出席了清晨碑 即吴文达纪念碑 欲求赛记者会的时候 李扬提到今年就是自己生意来最后一年 他表示如果奥运能够再夺金就很完美 不过是巴黎奥运结束之后挂拍 还是会打到年末 要等奥运之后才会做最后决定 而他也说未来将往教职发展 1997年上映的电影《铁达林号》 当年轰动大街小巷 电影的最后一幕 男主角杰克让女主角罗斯趴在门板上 自己泡在水里 最后失温冻死 引发引民热议 为什么杰克不能一起趴在门板上 或许两人都能生还 而好莱坞这块道具门板 最近被拿出来拍卖 卖出了超过2300万台币天价 美国前总统川普好消息不断 他为新社群平台所成立的媒体集团 昨天挂牌上市 公司股价大涨 他的身价也因此一口气 飙升至少60亿美元 还首次计身 蓬勃亿万富豪 全球最富有500人行列 但是在选情方面 却被拜登迎头赶上 关键州的民调从川普领先 现在变成两个人旗鼓相当了 以上新闻由民事新闻部制作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 也请上民事新闻官网搜寻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